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光阳机车展现非常大的诚意 把两台电动机车开进了市政府进行记者会 基隆市长谢果良跟光阳机车的董事长柯胜峰 共同召开记者会向外界宣布 光阳电动机车将会加入基隆青年工艺电动机车专案行列 希望提供给基隆的年轻人两台很适合的电动机车 分别是市价8万多元与6万多元的车款 所以我们去评估了整个基隆市的地形 其实是有很多波道 所以我们会觉得白牌电动机车会比较适合 我们有两款的电动车 首先在我这个右手边的 这个是S6RAIS 那S6RAIS它配备了两颗的电池 急速可以到每小时92公里 那续航力那可以到155公里 所以它配备了两颗电池 那在我的右手边 这个是I1的都会版 那配备了一颗电池 那急速可以来到74公里 那续航力可以到90 所以在我们经过实地的这个测试之后 很适合这个整个基隆这个市区的需求 今年电动机车专案会欢迎不同的品牌 来跟我们合作 那今天非常感谢光阳 非常有诚意地拿出了两款 感觉上性能非常优秀 优异而且外形也非常棒的 白牌电动机车来跟我们合作 那如果有其他厂牌愿意来跟我们合作 我们也会从里面慎选 就是像光阳一样 这个非常好的厂牌 安全跟优异的性能 那最主要就是可以帮助到青年朋友 谢国良市长感谢光阳机车 能够共襄盛举 让基隆的年轻人透过公益服务 能够拿到一台电动机车 为踏入社会的年轻人给予加油打气 同时也达到减碳的工作 今年在112年追加预算 我们预计提出一万两千台的一个预算 在113年也希望在一万两千到一万三千台 那至于说充电站 那我当然认为要普色 因为现在的整个规模 跟我们现在在零售上面感觉到增加的台数 感觉落差还是蛮大 这都是未来我们在评选的时候 会跟我们的合作厂商提出 请他们要给我们完整的解决方案 因为你也不能只有电动机车没有电 或者没有足够的充电站 不过据我的理解光阳一直是以 不只是有足够的充电站 而且那个电池换出来的都是满电的电池 作为他们的一个经营市场的一个Niche 就是利基 谢国良市长感谢光阳机车能够共襄盛举 让基隆的年轻人透过公益服务 能够拿到一台电动机车 为踏入社会的年轻人给予加油打气 同时也达到减碳的工作 青年朋友可以以太旧换行 包括家人的旧机车也算 取得一万块左右的中央补助预算 在总价四万块钱左右 我们需要采购到这个这样子的电动机车 那很感谢光阳在充分评估后 提供给我们这两款 我们这次在看这个金融市的 青年电动机车这个计划 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 然后而且是利益非常良善的一个 能够推广电动机车的一个好的计划 与其说市占上面的帮助 我觉得我们更希望有许多的年轻人 能够亲身体验我们电动机车 这个产品服务 他们的优越之处 能够去让更多人能够了解 IONX电动机车 可以带给他们的美好生活 这次光阳机车的公开表态 也让基隆青年工艺电动机车专案 又有最新的进展 刚从美国回来的基隆市长 谢国良强调 减碳的工作 国际普遍关注 基隆绝对不能落后 另外我是今天早上 也才从美国回到台湾 那我想分享一下 我们这一趟的一个考察之外 很多美国朋友都在跟我们谈 减碳这个议题 因为我觉得减碳这个议题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大家都有想做 我们大家都在做 可是我们是不是做得够积极 这的确也是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以美国来说 我有看到 其实减碳真的是 高于很多的议题之上 是他们现在来说 很重要的上位的一个议题 所以身为一个地球的公民来说 如何要努力的来减碳 真的是一个 不管是美国 也是台湾 也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像我就很钦佩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燦 最近这几天 也针对了电动机车 因为它是有资费的 也提出说一个概念 是不是为了要做更积极的推广 也可以考虑给更多政策的优惠 所以今天跟光阳Ionex 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以后 他们愿意拿出两款 都是很好的车种 跟基隆市政府做全力的配合 在这一点 真的是表达诚挚的感谢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基隆报导 国际狮子会300F区 在基隆市立文化中心 举行年会计会员大会 本身也是和乐狮子会会友的市长 谢国良也亲自出席参加 感谢狮子会坚持公益心 和各种慈善活动 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让基隆更有爱更温暖 国际狮子会300F区 在基隆市立文化中心 举行年会计会员大会 由年度总监季乃政医师 亲自主持 本身也是和乐狮子会会员的 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 也亲自出席参加 盛赞年度总监季乃政医师 强大的募款和捐款能力 做出许多善事帮助更多人 连他也被募款 让现场的师友们玩耳一笑 非常会忙的成绩 他真的是热心公益不落零空 不但这个很会捐款 也更会募款 因为市长也被他募 都一起拆 我不希望这个 我把这些资金 这个相当性 这样子 近乃政总监的募款能力 有多强呢 担任总监一年来 为国际救难基金募集了 80万美元 是历任总监最高 也为去年花莲 震灾受损严重的 冬礼国中 向国际总会 以及全台师友 争取了6000万的重建基金 因此谢国良 盛赞师子会 坚持公益心和各种慈善行为 宣传到社会各个角落 这也是他加入师子会的重要原因 更感谢师兄师姐及师嫂们的共同努力 让基隆市更有爱更温暖 这位师兄师友一起学习 在座所一直以来 所坚持的公益心 跟这些各种不同的慈善行为 能够宣传到基隆市的各个角落 因为我们深刻的感谢 而且感佩 我们师兄师姐 所有的过去的这些努力 是最不简单 最让人敬佩 那基隆市有很多的团体 我们都希望能够跟师子会一样 能够做更多的公益 这样子我们的社会 才会更有爱更温暖 市政府社会处长杨玉欣 也对于师子会 在社会上的各项贡献 给予高度肯定 首先我要说 活着没有一件事情 比感恩更加重大 在这里看到各位师兄师姐 以自己的生命 自己的青春 投入在社会公共的事物里面 而且不管风吹日晒雨淋 坚定的心热血的情怀 这都是让我感觉到 师子会就是我们台湾最重大的社会资产 也是凤凰师子会会员的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也特别感谢并且肯定 季乃郑医师过去一年来担任总监 带领国际师子会300F区的付出和 杰出贡献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另外未来要协助偏远山区民众防治糖尿病 国际师子会300F区总监 静乃郑医师 结合了基隆和热师子会 以及振兴校园师子会 共同捐赠了价值400多万元的 医疗巡回专车和相关的医疗器材 给基隆市甜蜜家族关怀协会 为偏乡山区的民众健康把关 国际师子会300F区总监 静乃郑医师 结合基隆和热师子会 以及振兴校园师子会 共同捐赠价值400多万元的 医疗巡回专车和相关医疗器材 给基隆市甜蜜家族关怀协会 作为偏远山区巡回医疗防治糖尿病使用 这部车里面 配备了很多东西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人 我们私有的服务 这些东西包括 颜体检查 其实我们防止糖尿病就很重要的 就是说他一旦得了糖尿病以后 他有很多的合并症 这些都是合并症的检查 包括颜体检查机 包括足下肢检查机 还有这个芯片图 还有这个血糖 最重要我们今天又多了一个AED 万一我们在做这个服务的时候 有人身体不适 或者有人昏倒了 或者我们在路上看到有人昏倒了 这个行动的AED是非常非常的 能够救人一命 所以其实这是很重要的 这份爱心也获得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的肯定 以及一向协助社区医疗群防治糖尿病 不遗余力的基隆市 甜蜜家族关怀协会的感谢 他有一点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他从来没有见断过 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社区的这些 乡亲也好 包括这个山区的这些长者 可以说是真的是 从来没有休息过的 我看到他在为女服务的那个精神 还有他为我们这个乡亲的一个 医疗的一个防治 这方面 做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落实 这一点是让我非常非常的健康 让田园家族的大家 能更有便利医疗资源的服务 谢谢 这辆医疗巡回专车上将配备 有血糖血压检测仪器 AED自动体外心脏除占器 视网膜眼底检查仪和足下肢动脉 硬度检查仪等检测 及防治糖尿病的相关设施 为偏乡山区民众的健康把关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在基隆长大的宜兰瓜哥 吴燕廷回馈社会 去年疫情时间 曾经捐赠了两万颗水饺 给消防局替弟兄们加油打气 疫情过后 持续做爱心 又捐赠了一辆价值百万的灾情勘察车 给基隆市消防局 希望提升消防局的救灾能力 宜兰瓜哥吴燕廷站在灾情看茶车前 开心的和消防弟兄合以扭念 因为他完成父亲和自己的愿望 就我同学他也是对上的一员 我觉得警察跟消防都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 就是拿生命去服务人民 我觉得有过年过节 或是就捐个水饺给他们吃 对啊 就大概之类的 这个是我爸的心愿 就我爸说有赚钱 就去帮助别人 人称宜兰瓜哥的吴燕廷 是土生土长基隆人 建议水饺生意事业有成 疫情期间 他曾经捐助两万颗水饺 给基隆市消防局 替防疫人员加油打气 疫情之后持续的做爱心 这次捐出百万人的休旅车 作为消防局灾情勘察之用 我们宜兰瓜哥吴燕廷先生 他事有有成也非常的有爱心 他在110年 那个COVID-19疫情严峻的期间 捐赠我们两万颗水饺 那又在今年的消防节 再次捐赠了一颗水饺 那喂饱了我们同仁的胃 更温暖美味消防同仁的心 那我们董事长在知道 我们基隆小小项到偏多 那为了方便我们同仁来执行 灾情勘察等各项消防工作 便慷慨捐赠了灾情勘察车一辆 对于我们整个的防救灾工作 有极大的注意 更强化了我们的灾害抢救效能 基隆因为多山特殊的地形 消防局这几年采购车辆 都以勘察车为主 这辆新车配备有无线电 监视器及通讯设备 让指挥官能够在第一时间有效的调度车辆 提供必要的资源 那这一台车有配备警示器 警示灯 那无线电 另外也配备了那个微小的录影机 那到现场的话 他对于整个灾情啊 能够立即的回传 让我们指挥中心能够立即的掌握 以来做应变 宜兰瓜哥爱心不弱人后 下一个目标希望能够捐赠水箱车 充实消防设备 让消防弟兄在救灾时 没有后顾之忧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春夏时节的马林山中处处飘着花香 今天就要带您来趟乡村美学之旅 感受马林的浪漫风情 又花盛开旗刚过 马林山区飘着淡淡的又花香 随着夏季立临 荷花池阵放满满的生命力 我常常就下午的时间呢 就跑来这边 然后感受到这山林的春多季 是非常浓厚的足够的 那在这边真的可以体会到 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感受 这个地方感觉很好 空气很好 很漂亮 那荷花池的地是 对面其实是一个私人的地 地主提供出来给大家 免费的休憩跟休闲 那他种满了荷花 然后现在又养了很多的鲤鱼 特别感谢师傅也不断的在努力说 希望再让这里的设施规划好一点 所以前几天 那个师傅也派人来协助我们 除这里的草 我觉得能够好好的在这里发呆 你真的可以好好的慢慢的享受 赏莲 魏鱼 在阳光与微风的轻浮下 身处马林真的很惬意 跟着步道走走 还可以进入农场休息 从农场到餐桌 有着春夏花开的记忆 一季节推出不同的料理 雨生老板说 自然给我们什么 我们就用来做什么 餐桌上的花艺美学 让一书一饭变成田园木戈 来到马林 一年世纪都有不同的变化 也不同的意向 那我觉得 四月份来到马林 是最棒的时间 空气很好 有一个花香吗 很香 东西好吃吗 很好吃 咖啡也好喝 想再来 对对 想再来 用餐完后的甜点 绝咖啡 是将咖啡粉 糖与柠檬片一起咀嚼 柠檬香与咖啡香充满口中 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整体的环境非常好 然后再配上外面的大自然 还有老板的用心 也会把这些食物的故事告诉我们 它的理念 还有它所具有的意义 而这个意义是老板给我们的 对所以我们会 就是一直对 也在对一直来这里 又花莲花 紧接着还有铜花 将在四月底五月初绽放 欢迎民众来马林走走 感受乡村美学 在大自然中治愈身心 感受生活的美好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各位乡亲大家好 我是郑文婷 郑文婷有一个会让我愿意站上台 而且用力的推荐她的原因是因为 她有正义感 基隆要持续进步 需要懂得向中央争取预算的好立委 立法委员电话民调 请唯一支持最专业的郑文婷 乖孙 要来这就好 但是我要去银行缴纳使用牌照税 现在用手机就能缴税了 收到缴款书后下载行动支付和电子支付APP 扫描QRQ就可以马上缴纳 还有信用卡ATM转账等 多元缴纳管道都可以选择了 乖孙妹上车带我去多多工 多元缴纳不可车 我一路顺畅安心 GO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演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欲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大家好 刚刚有看到小爱爸爸过路口的样子吗 我的过路口的方式是不对的哦 不要学我的样子 过路口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滑手机 因为我们基隆现在推动 行人友善政策 摩托车汽车 会离让行人 但是行人也有责任哦 行人的责任就是 尽快地通过路口 效率 安全 然后呢 要跟我们离让的车辆 要表示感谢 我们的友善行人 在基隆继续推行 友爱城市 也感谢我们的车辆 更感谢我们的行人 在通行的时候呢 快速 然后有效 又要谨慎 谢谢大家的配合 各位视频朋友 大家好 我是张敏君 我已完成登记 民主金部党 立法委员党内初选 身为市议员 我深深了解 基隆市即将面临的现况和挑战 基隆市要持续进步 立法委员电话民调 请唯一支持 同任机的张敏君 慈平市的财神店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政神等 求财不应的相克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平市 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平市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信众赢养 到了慈平市 可千万别忘到财神店参拜哦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美洲山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基隆本宁路369巷口 有一根耗质感 被驾驶人质疑 怎么会设在路中间呢 市议员许瑞慈 向市府相关单位反映后 耗质感将迁移到路边 车辆行进北宁路巷口 怎么前方路中间 出现一根交通耗质感 只要小心一点都 应该不会去撞到那个吧 车子跟行人使用的目的 不太一样 对 以行人来说的话 那是完全可以的啦 但是我就不知道 以开车来说 那会不会造成开车的困扰 开车经过这边的时候 其实不会特别注意到 但是的确 这边有一个缺口 的确会让人觉得 汽车是可以右转到这边的 然后右转之后才发现 这边有一个耗质 其实真的是蛮危险的这样 这一根交通耗质感 就位在北宁路369巷口 从瑞芳网就用方向开 车辆多 车速又快 驾驶视觉上 很容易被误导 就担心发生车祸 这边有一个平台 他们以为说 这个就直接过来 他们就忽略这里 所以我们的居民 游客他们反应就是说 是不是我们市府 可以把他引过来 安全性定义的 原来耗质感旁 原本是一整排房子 前几年拆除 披荐自行车步道 但当时耗质感没有迁移 加上自行车步道 出入口留下一个缺口 让驾驶人在视觉上 很容易产生错觉 这入口是不通透的 那就是 人生有个房子在这边 那这样子 为了让它视野通透这样子 那它这个 是原本的炮制感位 那就是没有 没有随着这个去做迁移 那可能它跟着道路线 就有比较外扩的情况这样子 那的话我们就是 就是我们配合市府交通处这边 那就是相关的 就是赶建的移设这样子 我们这边都同意 像这个自行步道的一个设立 跟之前既有的建物移除 那这个相关的一个交通号制 并没有再重新做规划 那其实这样道路的一个安全 并没有做整体的一个评估 等于新设置的一个自行车步道 然后房屋移除后 那留下来这个土物的一个 交通号制的一个灯改 其实都是一个会有危险的一个问题 经过现场会刊 公路总局及市政府决定 将耗资杆迁移到适当地点 避免让驾驶人产生错觉 发生意外事故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再来识破完消息 目前警方接获线报 锁定犯毒集团 发现他们将制毒工厂 藏身在宜兰偏僻的透天措 而且为了要掩盖臭味 还选在养猪场附近 而另外一处则藏在了细致的杀石场 警方见时机成熟 冰封二入 一举破获市价约10亿元的毒品 目标出现远景下车 拿出警棍 不断地朝黑色轿车 洞砸车窗 接着把人拉出来 压制在地 警方接获情知 锁定了贩毒集团 发现这群人相当的谨慎 跨线式移动 来增加茶器的难度 还在宜兰偏僻地区 一栋偷天措二楼制毒 一楼摆放神明厅掩护 更选址在养猪场附近 掩盖制毒的臭味 而另一处制毒工厂 则藏身在新北细子沙石场 这是在宜兰地区的制毒工厂 现场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制毒一些器具 这里有成品跟半成品 因为在制作三级毒品 喵喵的过程 气味会非常的臭 所以制毒集团 他们也自己都有准备 防毒面具来做制作 现场都还有一些 磅秤或者是一些 检测剂的试剂 现场查获了第三级毒品 是甲基甲基卡系统50公斤 半成品636公斤 以及原料974公斤 现场并逮捕了周信制毒师傅等事人 全案依毒品违爱防治条例 来移送基隆地检署来侦办 警方追查发现 制毒集团 他们情势非常的小心 制毒的原料 放的仓库以及制毒工厂 都藏身在相当隐秘的地方 而且在移动过程中 也在各个县市流窜 来制造断点 阻止警方的查气 警察 我们警方 警方投入大量的人力 来跟肩收证 在过程中发现 在新北汐止地区的 这个毒品工厂 他还利用养猪这个气味 来掩盖制毒过程中 所产生这个赤皮的气味 另外在宜兰郊西的制毒工厂 他隐身在民宅当中 在楼上制毒 在楼下还有神明跟祖先的排位 来做供奉 也来做演示 那经警方 见日记成熟 在同步在新北跟宜兰 超过这两座制毒的工厂 那现场的毒品的成品 办成品跟原料 以及制毒的器具 一应俱全 那逮捕的这个犯贤也都获得积压 那专案小组一定会在 追查溯源幕后的主权 以及是否有帮派的介入 警方当场逮到市民嫌犯 查获俗称喵喵三级毒品 430公斤 半成品636公斤 制毒原料974公斤 若这批毒品流到市面 预估不乏所得高达10亿元新台币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视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麦东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欢迎新市政 送回来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 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 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或解假讯息行动似乎无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